所以今天我們看這三個種 雖然只有簡單的三個種 但是它背後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從今天早上看到的岩石 去鼓溫泉淡 其實我們沿途在公路旁邊看到的那個景象 最重要的你要去拍照的是在 岩屑上面看到的有一些小小的一塊 它長得台灣爐竹 有些小小的岩塊土壤比較多就長了大樹 那有些小小的溪泉旁邊就有蕨淚 那今天早上要給大家看到的這樣的一個畫面 就是要讓大家把自己的生命的時間走 跟整個我們土地母親的時間走要扣在一起 就是說你今天在走的這一段路其實是250萬年 如果你可以感受到今天去煮一顆蛋 是用200多萬年去煮的話 那你今天來就值得了 你在煮蛋的那個過程裡面去想像 去想像 原來我們台灣島 它在過去它因為地寒的關係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深的海溝 那很深的海溝 很多的沉積的關係變成是一個沉積岩 那沉積岩在經過整個造山運動 融起來 我們這個地方叫做石頭島 石頭島 那還冒起來的狀況呢 你就可以想像今天早上 當這些岩石都沒有土壤 還沒有風化成土壤的狀況下 然後這些植物呢 這些生物它必須要透過幾種途徑 一個是洋流的海漂 一個是候鳥的傳播 第三個很重要的台灣島的陸地上的生命的 過來的是透過冰河期 那冰河期過來的時候 有這麼多樣不同的生命 你必須要有這麼多不同的樓層 不同的環境讓他們能夠活下來 才能夠度過這個冰河期 才能夠創造一個叫做諾亞方舟 那這個環境就是我們今天走的這個天龍古道 你今天這個天龍古道 你每三步每十步就會出現不同的環境 如果你等一下回去 不管你從這邊回去或從那邊回去 今天走天龍古道就是要讓你去感受 原來有些地方 像這個生態轉位的地方 它是接近零線的地方 光線比較多的地方 比較乾的地方 還有一個破空的地方 每一個地方的環境不一樣 它就會造成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形成破布狀的狀況 然後所以陳老師才在南橫這個東段的研究裡面 就看到說 他的生命 他就在想像說 這兩百多萬年來 台灣島的整個生態的演化是怎麼過來的 從一個石頭 沉積岩的石頭冒出海上的時候 然後經過了冰河期 過來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風化的 岩石的碎屑 土壤 淺薄不一 濕度的不一 光線光照的不一 然後所以讓這些生命可以過來 所以他就認為說 我們整個台灣島的生態演化的圓形跟著床的位置 就在一個西谷的 西谷的這樣的一個岩石的環境下 因為在兩百萬年前呢 我們台灣島融起來的時候也是一個岩石的狀況 是慢慢的侵蝕切割衝擊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土壤 所以兩百萬年前沒有什麼沖積平原 沒有那個土壤 是石頭 所以今天看到的是叫做 所以西部的每一條河 它在過去的一百萬年前兩百萬年前 其實它會跟我們東部的峽谷很像 那是慢慢的因為青石崩塌地震 才慢慢的變成V型谷 U型谷 變成寬的河谷 再加上土石流 岩色谷這些 才會變成西部現在河川的情形 你知道西部河川的情形怎麼樣從V型谷 U型谷 然後變成很寬闊的河谷 這個是因為岩色谷 我們上次921地震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草領的岩色谷 因為呢 曾V型谷 U型谷的時候呢 如果山上一個地震 它形成的崩塌 不是921地震崩塌山垮下來 山垮下來把河道崩住了 然後就形成了一個岩色谷 然後這岩色谷會不會潰體 會 這個岩色谷 當它蓄積到一定的高 就是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這個岩色谷就會潰絕 那個潰絕的時候 就會衝出一個叫寬的河谷 所以在西部的一個河谷 應該其實是一個像我們 東部的峽谷很像的 但是它是經過幾次 因為岩色谷的關係 造成山洪爆發整個垮下去 就好像潰壩這樣子 整個洪水像海嘯一樣 整個過去就整個寬 衝出一個像濁水系 這麼大的一個寬的河谷 它是因為地震 因為淹色谷 因為整個潰絕的關係 才有辦法衝出這麼大寬的峽谷 不然的話 它的峽谷 我們照台灣這樣的一個河川 它應該是高山水深 不會有那麼寬的峽谷 是因為地震 淹色谷的關係 所以這前後的關聯 就是可以做一個對照跟比較 那我們可以看 就是今天要講的 還有總化的現象 然後還有就是生態 就是演化的問題 然後最後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真的 我們要去做觀察的時候 其實你認不認識植物 其實都是很其次的 都是很其次的 因為我們本來人 就具有去辨別的能力 而且能力都是非常的強 那只要我們稍加訓練 稍微弄一下 其實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你就可以上手 就像我 從一開始 完全連 只會分辨會動跟不會動 還有顏色 綠色跟不是綠色的 那必須要馬上能夠上手 那我們就回覆到 你就簡單的 就超級比一比 比完之後呢 還有最重要 我感受到了 我這幾年來的學習裡面 我們的教育裡面 沒有讓孩子從錯誤中 學習的機會 如果說今天的這個調查 陳老師把所有的調查的方法都告訴我了 我只是在做工 但是他過來 他沒有告訴我說 他吊橋的文獻已經查好了 就叫我去量吊橋 他也沒有告訴我說 你要用皮質鑰匙嗎 他就告訴我說 你去了解這段古道的植物的狀況 我們只有一個目標要去做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從在嘗試的過程裡面 你會看到掛了好幾個牌子 這些都是從犯錯裡面 去累積自己的經驗 以至於說 我在每一次的經驗裡面 獲得的學習 比我達到 就是馬上考試 考到標準答案來講的話 我的那個能力的提升 是更珍貴的 就是說我們的孩子 在過去的教育裡面 少了一個就是 我怎麼樣刺激他 引導他 在犯錯中 他會得到快樂 你很難想像 我們的教育怎麼從一個孩子 挫折跟犯錯 他可以成長 而且正向的成長 而且他的能力 可以獲得提升 他可以獲得 他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的能力 可以舉一反三 那這是我們的教育裡面 比較少 因為我們的教育指強調 叫做標準答案 強調高分 沒有讓孩子有錯誤學習的機會 那我覺得 這是在過去的十年裡面 這一段古道 我就是一些過程裡面 跟大家分享的 那另外呢 最後就是 我在A車的時候有講 其實一開始 到天龍古道的時候 老師是請我做一個 叫做剖面圖 就從獄裡 不是從獄裡 獄井 一直到海端 他希望說 他要做出 因為他每500公尺 或者是10公尺 他都有做植物調查 然後他里程數都有 都有記錄下來 但是呢 他想要還原出來 因為他在做調查的時候 每一個里程標 就是一個坐標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地方 這裡是174K 他不知道這裡的高度是多少 然後所以我就 他告訴我說 志豪你可不可以去做 一個剖面圖 就是南橫公路 它的每個海拔高度的剖面圖 還有它的 就是它的水平距離 那他給我這個 我也是要從錯誤裡面去學習啊 然後我就開始要拿著衛星定位 然後你就看到衛星定位 然後在這邊一直做 然後我就 每500公尺停下來 我很快的 很快的 為了要做這張圖出來 做這張圖出來 因為我們很多的學習 你不是去補習就有用了 我相信很多人去補什麼 Office 或怎麼樣 那你補了之後呢 如果你沒有用很快就忘記了 那一樣是GIS的這個課程呢 我也沒有特別去學 但是我一定要做出那個圖層出來 我就必須去用 當你在用的時候 就是最快學習的方法 然後你們看到那張圖就是 如果你對南橫有興趣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對著這個 我們的那個南橫專策的對照表 對照表 你去看 去看 然後去看到每一種物種 然後這些物種可以協助你去做什麼 就像這個步道的圖一樣 你到每一個轉角 頂多是四種五種 每一個轉角頂多是四種跟五種 然後如果你要去認識的時候 就很容易協助你去辨別跟認識 那同樣你如果有更大的目標 是要把這個東西全部都認出來 因為在整個南橫的這個剖面圖裡面 它可以看出一個很 它的意義是什麼 它可以看出一個東段跟西段 我們要講的是它各自演化 就是因為生子隔離的關係 到底東段的波面跟西段的波面 到底差異性在哪裡 因為老師他要去比較 他想要追出這兩百多萬年的問題在哪裡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是一個不同海拔的梯度 我們現在因為我們的教育沒有告訴我們的孩子 他的自己的土地是怎麼樣一回事 所以我們一般人從大學畢業 你也很難知道說 原來我們台灣從低海拔是闊葉林 到了幾百公尺是 是這個檜木林到鐵山林或是冷山林 這個東西其實對我們的孩子或者社會 其實它的認知都很少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 過去你可能開過中橫 你開過南橫 開過北橫 但是你開過去的那種感覺 你有沒有辦法感受到說 你已經進入到鐵山林帶 你有沒有辦法感受到 你現在進入到的是可斗科的闊葉林帶 你有沒有辦法感受到 你已經進入到這個雲霧帶裡面 那這個很重要 那就好像說我第一次在 這也是跟陳老師在做調查的時候 從特副野上去的時候 他問我的第一句話說 你上來你看到什麼 糟糕我只有看到台階 所以我們很多的東西 其實在生活的周邊 都可以觀察到 最重要就是把我們的生命 我希望生命能夠跟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東西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這些我們沿途上來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那如果我們的生命能夠跟這一趟的生命 能夠扣在一起的時候 我相信你的感覺就會很強 你如果這趟出來 你的這個這個短短的幾步 你可以感受到那一兩百萬年的這種劇烈的變化 跟它裡面整個快速演變的過程 那這一趟你就會有感覺了 那今天我們就簡單跟大家分享這邊 那如果沿途如果我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再繼續講 那這裡面呢就是吹風往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植物 它傳播的機制就是靠風 所以它很多的果實它是有吃法的 所以剛剛看到像那里山千峻雲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爐竹 這些都是靠風去傳播的 那以上到這邊 我們四點鐘我們上課 那我們慢慢回去 先到這邊 我們再一次裡也要跟他們做好